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西级人说 这里是西级人的频道 自从疫情开始之后 这几年大环境都不是太友好 但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身边 总是有人在闷声发大财 今天西级人的视频里就要来说一说 有以下这些命理配置的人 他们容易成为闷声发大财的选手 首先命盘是否能发财 实际上是与命盘中的财心息息相关 而什么是八字中的财心 以及作为一个普通人 我们该如何去判断自己命盘中的财心呢 其实八字中的财心指的是正财和偏财这两颗心 财心其实就是八字中代表我们自己的这个日主 去克制的五行 财心本身的意象代表的正正就是钱财 也代表着获得收入的地方 所以可以衍生的去理解 就是财心本身代表着工作生意 而正财心一般代表的是稳定的正当收入 偏财心这颗心呢 则代表的是一些不稳定的意外收入 以及一些不劳而获的财 还有就是能够轻松得到的财 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判断我们八字中是否存在财心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的八字日主是什么五行 比如在八字中你的日主是鬼水 也就是水这个五行 那么你的命盘就会以丙火、丁火、五火以及四火这四个火五行作为财心 因为在八字中我克的就是财 所以如果你的八字命盘中出现了这四个心神中的其中一个 它就是你的财心所在 因此依次下去就是火日主的五行的财心是根金、心金、生金以及油金 而金日主的财心则是甲木、乙木、乙木和卯木 跟着土日主的财心则是人水、鬼水、子水以及亥水 最后木日主的财心得比较多 一共有六个 分别是天干的雾土和己土 以及地支的尘土、丑土、虚土和畏土 接下来我们来着重讲解能够闷声发大财的命理配置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第一种财心不透干的格局 主要指的是八字命盘中的天干 天干上没有财心出现 所有的财心只出现在地支的这样的情况 其实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说法就是财心洗藏 洗藏不洗露 这其实是一种很形象的表述 一般财心在八字命盘中透出的人也更容易怒付 无论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更不容易守住钱财 因为财心一旦在天干上透出来 就容易遭遇劫财心的围追堵截 所以往往财心只是在八字命盘中的地支出现的话呢 相对来说就更容易低调致富 第二种财心好合或者财心被合的格局 有一类八字命盘是一颗财心都没有 但是在流年或者大运中可以和财心产生一定的联系 就比如和外部的财心相合又或者是自己命盘中就有财心 圆局中就有合相 或者是流年以及大运中碰到合相的 这里的合相指的是天干的五合 地支的六合以及地支的三合局 只要这些合局带来了对财心的引动 与财心之间的联系 那么就容易悄无声息的把钱财自然的收入囊中 挑无声息赚钱的机会和现象 第三种命带木库且财心正好藏在木库当中 由于陈徐丑位这四个木库基本上里面都含有主器 中器和鱼器 大概率的会命中到我们几乎所有人命中的财心所属的五行 尤其是甲乙木这两个日主 陈徐丑位这四个地支木库就已经是他们命中的财心了 对于全盘一个大财心都找不到的人而言 说不定你的财心就会藏在木库的鸡脚嘎啦里面 尤其是偏财形态的财心会更容易发挥明显作用 这种财心通常情况下为死财 所以导致这样命盘格局的人平时看起来不会太富裕 但是一旦在行运中这个财心所在的木库被冲开之后 命主的经济情况就有可能突然的得到改观 要么是得到一笔遗产 或者是得到一笔拆迁款 要么就是在不为人知的暴力行业里分得了一杯羹 并且命带木库的人普遍都会有喜欢存钱的习惯 如果有钱他们也不会太过于高调和张扬 更想着的是牢牢把钱攥在手里 所以会有成为隐形富豪这样的潜质 跟着来看最后一种第四种财心为喜用且命带财库的 在一众的木库当中通常命带木库的人 他们表面的财运都会受到一定的压制 尤其是天干有财心透出的人 地支如果有财库的话 会多多少少限制住财心的外在力量 所以这也会成为一些人平时不险山露水的原因所在 但是一旦这个木库在行运中被合住 解除了财心的限制之后 那么这些人就有可能悄悄的发达起来 这就是今天的四种能够闷声发大财的八字命盘格局 如果你想知道身边的人是否有在偷偷搞钱 那么其实就可以选择用八字来对照上面的四种情况去看一看 说不定就能够推敲出来 最后在这一期财气旺盛的讲解里 希望所有人都能够财气顺风来 财路充盈扎实 求财得心应手 毕竟财是真正的养命之源 好了如果你喜欢西极人 欢迎订阅点赞西极人的频道 同时也非常欢迎有任何疑问的时候给西极人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